大家好,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。 5月份的时候,发生了中国的小粉红在日本的晋国神社撒尿和涂鸦的事件。 日本警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之后,终于拘捕了一个还留在日本的中国籍男子。 这个男子被锁定了身份,他跟那个撒尿的网红铁头是同伙,当时就是他帮忙去买喷漆,仍然留在日本。 这个男人现在已经落网,另外还有两个人,一个是网红铁头,另一个负责拍摄。 总共有三个犯案者,他们已经触犯了欺物损坏,以及礼拜所不敬等罪嫌。 根据日本独卖新闻等主流传媒的报道,东京警示厅,以晋国神社的石柱上吞漆为由, 在取得了逮捕令之后,在齐玉县昭辖市涉嫌损毁财物,以及不尊敬礼拜场所为理由逮捕了职业不祥的29岁中国籍男子江卓军。 警方表示,江卓军涉嫌购买喷漆,协助犯罪。 因为一个普通的游客不可能清楚哪里会有五金店,游客去的地方通常都不会有这一类的店,所以不知道在哪里,一定要熟悉本地或者是当地的事务的人去买。 而这个人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身份留在日本,可能是上学,或者是投资,或者是工作签证。 实际上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在日本工作,因为日本欠缺劳动力,不只是中国人, 泰国人,越南人也有,我去年夏天去了日本,夏天的日本真的是很热,刚刚有一个香港的公务员去爬富士山被热死了,我在去年去大阪的时候都觉得很热,感觉就跟在曼谷一样,全身热得要命,但是日本相对干燥一点,香港潮湿一点,所以在香港其实更辛苦。 现在日本当局已经锁定了三个人,包括36岁的董光明,就是网名叫铁头的网红,另外那个负责拍摄的叫做25岁的许来玉,都被他们锁定了。 他们在5月31日21时55分到22时这段时间,在晋国神社入口处作用社号标的石柱上用红漆涂鸦,写上了Toylet。 涂鸦在6月1日被路人发现并报警,而相关的影像亦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流传。 当然,警方透过附近的监视器分析,确认涂鸦者是董光明,而许来玉是负责拍摄。 两人在发案之后,6月1日就乘飞机跑路了,回到了上海,而定居在日本的江卓军在齐玉县落网,这一回钱是肯定要赔的,被抓了你就别想跑。 而他定居在日本,是不是已经申请了永居?因为有很多中国人都是用工作签证,又或者是投资开公司的形式,在那里搞类似B&B、民宿等等。 主要是做这些,也有的人开饺子馆、拉面店、餐厅等等。 江卓军在齐玉县落网之后,有很大的可能要赔偿,因为他们的涂鸦行径,根据日经的估计是大概损失420万日元,就是20多万港币。 这个涂鸦影像被广泛发布在了中国的小红书上,是本名叫董光明。 网明铁头的网红爬上了石柱,做出了撒尿的姿态,然后用红油漆进行涂鸦。 日本警方也都以类似的罪名对董光明。 还有许来玉发出逮捕令,通缉他们。 有网络曝光的影像可以见到铁头拍摄他在晋国神社的行为。 铁头说,面对日本政府允许排放污水,难道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吗? 不,我会给他们点颜色。 中国人的招数就是撒尿,就好像唐伯湖点抽箱里面的凝王一样。 发飙不成功就撒了抛尿,算是有个台阶下,就是这个样子。 跟狗差不多。 插一段广告时间,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。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,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,多谢。 日本外务大臣上传杨子表示,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向中国政府表达关切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却说,日方应当切实信守正事,并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。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,中共从来都是这样子。 喜欢反咬一口,当别人指责他的时候,他就会说你们也有做过坏事,你们自己检讨一下。 从来都是这个德性,就是臭虫论。 曾经有一段短片非常好笑,上面有一个说,据说你经常打老婆儿女,另一个人马上说,听说你的曾神父有打老婆儿女。 根据这段历史,你肯定也没有停止过打老婆儿女,之后就把你的历史翻出来,然后对你进行数落。 这其实就是不愿意认输,也不愿意承认错误。 这样的民族根本无法改变,根本无法变好,只会越陷越深。 现在的中国完全就是等同于二战之前的日本,全国都充满了战狼的心态。 而且,中国现在的那种仇恨教育跟军国主义日本极为相似。 当然的军国主义日本也是对小朋友。 对其他所有人灌输仇恨外国的言论和意识。 现在的中国人跟当年的日本人十分相似,但是国力却相差很远。 因为当年日本的国力十分强大。 他们的海军是全世界唯一能跟美军叫板的军队。 当然,这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。 但是,日本也是唯一一个能将俄罗斯击败的国家。 而且还是是彻底击败。 所以,日本的实力绝对不容忽视。 当然,现在的日本人战败之后,经过了迈克阿瑟上将的全面改造。 现在的日本人已经不是以前的日本人,完全脱胎换骨。 现在是一个有礼貌。 讲诚信的民族,跟中国人刚好相反。 中国人集合了所有古代中国传统里面最坏的一部分。 现在的日本是等同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讲比义廉耻。 讲诚信的一个新民族。 所以,有时候其实很悲哀。 原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要到日本去看。 正所谓天网灰灰。 殊而不漏。 有些事情若然未报。 其实只是时辰味道。 中共这几十年来干了那么多的坏事。 报应已经在陆续出现了。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。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Tatrion。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。 帮我们欣赏广告。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。 与我们互动。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。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